阿根廷的时候有个感受就是 神啊求你保守一个在风浪中很弱小的教会 我们阿根廷的粤语的聚会 你在我们周刊见得到的 有时见到20人 其实真的讲广东话的人就不是很多人的 有些是国语堂的人就来听 虽然他不懂听广东话 他看完字幕 但是我们带他们信主 没有什么好机会去栽培他们 所以一班弟兄姊妹十几个 有时回有时不回 所以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工作 我们今次短孙队给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很深的感受 就是要真正做好的工作 我们要真正建立一个自己的教会 所以我们也有一个心志 我们不有话机要在阿根廷植堂 虽然路途远一点 不过没有什么时差 所以我们植堂的话 我们现在征求那些职堂勇士 就不是说送去阿根廷 我们可以经常去参与不同的时间 来真的将这个幼小的教会来做起它 我们开始应该做粤语啦 但是国语的工作都很大的需要 然后下面年轻人西文 他们就会听英文的 所以我们希望帮助我们的教会 能够在未来的日子里面 能够真的可以做起一个阿根廷的教会 按着圣经的说话 因为当地十几万的中国人 经常去教会聚会的人 不出两千人左右 教会增长是堂会增长 信徒人数的增长就很低的 就是堂会增长 信徒不增长 大家明白吗 意思 就是分裂 分裂增长 就不是人信主 不是很多增长 而很多人信主 都是信啊 十多年都不知所谓 就是我们当中 有位的所谓叫同工一起参与的 Cecilia跟我说这个说话 她说我们有Jason仔 Jackie仔 对圣经的了解 比他们当中很多同工的更多 就是说他们对神的话语 对圣经根本很多时候一无所知 那些已经是教会十几年的人 何况我们是刚刚信主的 就是很多需要 报道我们杀了很多种子 但是问题就是 怎样能够栽种呢 我们有困难 所以我们盼望 我们神不单只兴敬我们的教会 我们有其他的教会 一起成为我们的团队 能够将这个阿根廷的工作 能够做好 昨天在国予培庭会 我遇见了一个国予华基的特殷姐妹 她跟我说 喂 杰姆斯 你是阿根廷何时去啊 我回来了 她说我们是阿根廷来的 然后她是阿根廷来的 不过来了几十年 我说下次我和你去吧 他说我阿根廷还认识很多人 我弟弟还在那里 哇 神都很奇妙 突然间猜了一些天使 还有阿根廷呢 他们有很大的电话公司 华为 华为的电话广告周围 他说我认识以前的老总的 那里很多做IT的人 就跟当地的华人是完全不同的 那又是一个福音的机会 所以我发觉是神有帮助 但是我们战战兢兢 因为我们 幼少 我们又不是很多人 又不是很强 又不懂得说西班牙话 不过当地呢 搭的士勉强可以 我在这里讲一下讲一下 师母以为我懂得说西班牙话 其实我讲些什么街名的 Goliendes 讲些名字 其实我不是很懂得说西班牙话的 那个人说什么 我说CCCC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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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不懂得说什么的 好似会说 希望他不要骗我 叫他骗我 80元 80元 兜了百多元 他都找我笨 我们需要努力 我们需要是真的去回应这个需要 我们盼望大家来到去纪念阿根廷的教会 好幼少 好像刚刚乱牙生出来 大风一点就会坏的了 不过有时看到那些芦苇很弱的 吹来吹来吹去不坏的哦 因为上帝的能力是可以庇佑的 我们求神带领我们 我们回回去 大家都忘记了了 讲讲这个离希米记 我们经过几个星期的猜传年会 还有上个星期 我们回到离希米记 如果大家还记得离希米记说什么呢 就是离希米 他看到国家的需要 城门 城墙毁坏 他在神面前 祷告认罪 回到他的地方 他原本在书山城 舒舒服服 好的工作 可以做到退休 可以赚很多钱 可以生活安定 在皇帝身边 好的工作 放下 走去远处 屠门拜瓦的地方 做省长 要建这个城墙 面对很多的 很多很多的挑战 周围的人 虎视眈眈 个个都想他失败 但他要依靠上帝 他要运用他的财干 他在人生里面 他说我要做 他在人生里面 要造成为上帝 造成意见的事 神帮助他 他依靠上帝 神给他有智慧 那些敌人用方法 去引诱他 叫他出来开会 他不中计 他依靠上帝 他鼓励人 他将城墙 建成功 但是国家要复兴 不只是硬件 建了个墙 起码 起码人家攻打你 没那么容易 但是一个国家 成功失败 不只是靠城墙 我们中国万里长城 建了几千年 很多时候 我们都一样被人攻陷 为什么呢 原来可以开门 开门放清兵入关 你就可以 什么都没有了 有城墙 挡住 那些兵兵马马 但是挡不住 罪恶 挡不住魔鬼的攻击 所以一个真正国家的复兴 必须要有 在灵性方面的复兴 我们作为神的子民 在福音的事工上面 不只是单单有硬件 有教堂 有活动 更加是要有心灵方面的复兴 在第八章开始 尼希米记 我们看到 城墙起好了 庆祝完了 跟着 面对那个挑战 更加大 要怎样将国家的心灵 在这个 就是 moral 就是 那个情绪 很低落的时候 重新去建立起来 一个新的国家 一个 已经没有了独立的国家 但是 一个民族 属灵方面要复兴 第八章 我们看到 民事以色拉 开始 来到去宣读神的话 我们今天 教会 作为 我们作为基督徒 在社会里面 我们 不有华基的教会 我们其实都会面对 很多很多新的挑战 越语的教会 面对新的挑战 我们不单止 福音工作 如何来到去成长 我们不单止 要向外扩展 我们的生命都是这样 全福音 教会成功 往往是 要从我们自己 内心 生命的深处 经历上帝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生命成长 那个关键的地方 神的话语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在第八章里面 我们看到 刚才刚才读的经文 大家启印的时候 也看到 是一个 在当时以色列人聚集 是过节的时候 第七月 你别以为七月就是七月 初七月 其实是秋天 属罪日是什么呢 是Yum Kippur 大概是九月的时候 OK 七月初七 如果你看看利美的二十三章 是很多的节期的 七月一号 初一 就是初一 是吹国节 初十是赎罪节 十五日是住棚节 所以差不多整个月 都是他们 当时秋天已经修成了 就是一个过节的时候 一方面慶祝丰修 和慶祝神他自己的作为 七月初一 是吹国节 吹国是起事 起事的时候 就召集所有人 来去宣读神的话语 在整个过程当中 我们发觉 原来 民事以斯拉 神要使用他 宣读神的话语 解释神的话语 以色列人 聆听神的话语 这个才是真正建造 国家民族生命的根本 我们今天 在北美的教会 我们很幸福 我们相信 我们要怎么学习圣经 我们去哪里学习 我们都找得到 我想我们上个礼拜 有广东话的陪灵会 这个星期有国语的陪灵会 南若汉牧师 我们认识他 那时候我们都请他来 讲我们下令会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资源 而且有这样的生活习惯 来到去读圣经 我们的教会 是讲圣经的教会 在北美社会里面 很多是真的讲圣经的教会 但是离开了北美之后 你发觉原来不是这样的 很多不同的地区的教会 原来很多时候真的讲圣经 学习圣经的机会 不是很多 在尼希米记 我相信给我们学习一下 究竟 帮助我们 我们要怎么做一个 真正去聆听神话语的人 在这里 我们发觉有四个方面 可以来到给我们 很重要的提醒 第一方面 在圣经这样讲 去刚才那些经文 他说七月初一 祭司以斯拉将律法带着 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 男女会众 水门前欢呼着 从清早到响午 在众男女 和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 聆听神的话语 没有选择性的 这里记住 男女 那男女之外还有什么呢 以及一切能听了能明白 那些是什么人来的呢 男女就说完了 但是为什么要说 一切能听了能明白的呢 那些学者就想想 究竟那些是什么人呢 是不是说到年纪大了 猛了那些呢 机会不是很高 因为当时人的年纪 年纪那么长 他就离开世界 寿命比较短的 到我们今天八九十岁的人 很少的 听了能明白的人 是说什么 大家想一想 男女 指大人 听了能明白的人 是指哪些呢 小孩子 而且是听得明白的 那些小孩子 就是说 他不是两三岁的 大一点 能够听得明白道理的人 就是说 当时 有个大的聚会 所有人聚集在一起 成年人坐在那里 不单止成年人 连那些小孩子 听得明白道理的 都要站在那里听 从清早到中午 几个小时 在犹太人的社会里面 他说 我们要学习圣经 不是只是大人学习圣经 把小孩子 推他去 baby sitting 小孩子都要学习圣经 在这个整个聚会 一起聆听神的 话语的环境当中 小孩子 只要他听得明白 都要来到去参加 各位兄姐妹 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 现在我们的社会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 很大的挑战 我在18号晚 19号 大选 虽然我在阿根廷 只差两分钟 我们都看一看 我们有机会在上网 看着看着 看到 虽然我都不是很喜欢保守党的 不过发觉 都好像其他好一些 看到他输得这么惨 有点点抵抗 因为他去做一些政绩 有些都不是很好 但是我真的不想 自由党赢得这么多 在整个过程当中 我不要说政治 大家的取向 在整个过程当中 我身上有一个很大的感受 就是 我们这一代 越来越多 为什么自由党赢得这么多 因为很多年轻人 本来是不投票的 出了投票 他说我一定投杜老多 为什么呢 他英俊 他跟我们合适 他一赢就会 open letter 他 communicate 跟我们一样 哈巴的样子恨人争 他样子又目睹 又 mean 不喜欢 这些是什么呢 这些是emotional reason 就是 不看正绩了 他说什么 只是说 哎呀很好 He looks good 他很好 而我们英文堂的人都这么说 在Facebook说 我怎么搞错 你投票不是这么投 好像当年说 不喜欢 因为他强嘴 就是用这种理由 我说 怎样 我身上有很大的感受 就是 我们发觉 整个加拿大社会的思想 完全走去非常左 而一代的年轻人 基本全部投了 是NDP 和Liberal 他的思想形态 基本就在这里 很少 越来越少 投了一些比较保守价值的人 不只是保守什么党 都是比较年纪 大一点 40岁以上的人 再过了几十年 到我们自己 已经投不了票的时候 整个社会 就回不了头 我们发觉 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 Generation Crisis 我们 我们下一代 从小时候 一直去的时候 他们的思想价值 我们有没有 好好地教导 他们的圣经 在教会长大的年轻人 原来很多时候 他们的思想 都不是按照圣经 来去思考 待会我10点钟的时候 我们会说这件事 对着他们 他们的思想 不是Bibically去思考 结果往往都是 按着社会的思维 哦 这样说 CBC这样说 CTB这样说 都是有道理 很少能够 深入去思考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从小成长里面 原来神的话语 在他的生命当中 根基不是很强的 甚至包括 在教会成长的年轻人 所以我们跟英文堂 我跟Panhurstun来说 我们要面对一些事情 我想不只是我们教会 很多教会一样 我们有个Generation Failure 我们整个一代 我们有失败 因为我们没有让 那些小孩 真的在圣经话语里面 扎根 结果呢 我们大人 似乎都OK 但呢 都不是很OK的 不过大人好些 那些年轻人 整一代 他们完全 他们的思想行为 已经 和圣经的基础 越来越脱节 任何能明白的人 都要学习圣经 男的 女的 我们可以今天讲加密 老的 年长的 年轻的 我们都要学习圣经 不只是 传道人 执事学习圣经 每一个人 都要学习圣经 我在阿根廷的时候 几年前 在一个弟兄家里住 他的爱母 八十多岁了 每天早上起床 读圣经 他不是会用电脑的 但他会用几个电脑 一二三四按几个键 他就去到台湾一个网站 每天早上讲圣经 他就听圣经 我睡醒教的时候 你知道阿根廷的时间 反过来 八点起不了身 因为晚上三点才睡觉 谈访 一早起床 八点起床 看到他坐在那里 他做了一份早餐 给我吃 放在那里 帮我躺着衣服 放在那里 但是看到他在什么呢 听着台湾那些圣经的教导 八十多岁 他说 哎呀牧师 我没有记性了 说完之后不记得 不过他都听 朝朝都听 心里面听完圣经的说话 才有一种平安喜乐 各位听见 有时候不是 老学习神的话语 不是记不记性好的 我们听了多少 神的话语 在我们心中 有力量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操练 我们盼望 我们弟兄姊妹 真的能够学习圣经 是没有任何的exception 哎呀我不学了 别的学了 我听就行了 听都要听 很多方法 我们学习圣经 我们的读书多些 就学在思想多些 不是我们就听 我们要聆听神的话语 好 第二方面 他在这里怎么听呢 他说 水门宽宽爽处 众男女听 然后读者律法书 众文 质以而听 英文就说 all the people listen attentively to the book of the law 他不得一样 你看到这些小朋友 肚饿的时候 有些人说 哇 好肚饿 一肚饿的时候 又怎么样 狼吞苦燕 哇 看到吞了它 哇 好肚饿吃了它 很喜欢吃的东西 哇 真的很渴望的 大家以前 你都听我说过 我很喜欢吃老婆饼的 最近呢 我到处找了 我知道那家老婆饼 挺好吃的 一拿来之后 我急不及待 立刻吃半个 哇 好正 那家老婆饼 我不帮她买高白 那家老婆饼 也是我吃多伦多 都算真的挺好吃的 吃完之后 哇 好好 好满足 好专心 好渴望 那种这样的心态 去学习神的说话 那些时候 我们聆听神的说话 圣经的说话 看圣经 读圣经 听圣经 听圣经的话语 有没有一种 这样专心渴望的心态 还是我们说 不要紧了 哪个牧师说 哎呀 今天说得不太好 还是用一种 听演讲的心态 评价的心态 很多时候 我们做圣经 做得久了 真的有时候 有种这样的心态 哦 什么讲道都听过了 哪个讲 这个讲 这个讲 都好像平分 他也是不太行 他只有七分 这个好好的八分 那个差点只有三分 那牧师请过 今天这个星期 不是很好 说得不太好 请过人 说得不太好 一种评价 评到批评的心态 这个心态 我们做牧师的 最容易染上的 因为我们会讲到 哎呀 说得这么差 我一路听他说 一路自己写那篇讲章 听完之后 几乎想给他了 几乎想不敢这么做 这个心态是错的 我记得很多年前 腾近辉牧师 一位大家过身的牧师 他在我们神学院的时候 他说 他说我们神学生 牧师最容易犯的错误 就是不是用听神的 话语的心去听到 因为我们职业病 他说 真真正正能够学习的心 质以而听 那个讲者讲得很差 甚至乱讲话 你都能够听到 神要跟你讲的话 当然 他讲得差 他要向神负责 但是我们听的人 我们应该有个心 就说 哎呀 真是讲得很差 不过我说 神啊 求你用 今天我不是要评一篇 好到差的道 我是要听到神的说话 他说就算 小童仔 使井之徒 神都可以用那些人 向我们说话 问题在乎我们的心 有没有专心留意的 各位兄姊妹 让我们习惯 今天很普通的心态 就是批评 听演讲的方式 我们用一个反扑归真的心态 我们今天 神啊 我来到 不是听谢牧师所讲的 今天这些故事 谢牧师你又讲过 你忘记了了 我有时真的这么烦 这些故事忘记了 不是听过那些 当然你说 我说得不好 你后来给一支仔给我 我很多谢你 哎呀 我原来今天说得不太好 请你这样做 不要说 下次都说 好吧 好啊 其实他说很差 不要这样做 给一支仔给我 当面说都可以 但是问题就是 那个是另一件事 听的时候说 哎呀 神 你今天这句话 真的打动了我的心 有时很奇怪的 我们港道的人 不知道说了什么话 人家感动了 是吗 我都忘记了说什么 我去到阿根廷的时候 有个姐妹 她说 那天听一下谢牧师讲道 离开之后 流泪痛哭 很感动 她是国语人来的 我讲广东话 她不懂听的 她看字幕而已 我说我真的不知道听了什么 我那天说什么 我已经说什么 我忘记了了 我已经流泪感动 我真的忘记了 他说什么 我都没有想着他说什么 我不是很熟悉他 但是神就用了这些说话 来感动他 听完之后 眼泪不停留 神的工作 不是我说了什么 神用了一句 可能我万不经意的说话 或者一句 重点是我没有想到 但是直接放在他的心里面 他的心是愿意去 聆听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 就能够去帮助他 各位兄姐妹 我们听神的话语 我们听圣经的时候 求神打开我们的心 质以而听 心是开启的时候 神的话语就 萎养我们干阔的心力 第三方面 有一种当时 港道 你发觉 在一路读下去的时候 原来 第五节 他说 以斯拉站在众文之上 当时人多 他整个台 他站得高高地说 在众文面前 展开这书 他一展开 众文都站起来 你知道吗 我们今天 牧师 港道站起来 大家站在那儿 原来当时 以斯拉不是的 以斯拉站在那儿 一展开这书 个个人站起来 你可以想象一下 当时由早 听圣经的话 站到 站几个钟头 个个都站起来 为什么站起来 尊敬 尊敬 对神的话语 尊敬 尊敬 一个很敬虔的心 尊敬的心 我们这样的 港道方法 其实是大概千多年 早期教会 真的 主教牧师 坐在那儿说话 有时候 有时候这些画画 主教牧师 他在教堂里坐在那儿 每个的会众都站在那儿听 不知道是不是以前的人 腰骨强一点 站一个多钟头都可以 但是现在我们掉转了 这个不是那个问题 以斯拉这样说 就是说当时的会众 一听到神的话语展开 读的时候 立刻 肃言起敬 因为是神的话语 而愿意是一个尊敬 顺服的 因为是神的话 是神的话 来跟我们说 我们就尊敬了 听神的话 内心里面有一种尊敬 敬拜 顺服的心态 不是求求其其 我不是想说我们今天穿什么衣服 有些人说教会要穿什么衣服 那个都不是很重要 是我们用什么心态来去聆听神的说话 我们用什么心态来去敬拜上帝 我们用什么心态来听信息 用什么心态去赞美敬拜上帝 我们有没有一种真真正正 肃言起敬 顺服 就是这样的心 第四方面 我们去学习神的话语 都要明白的 在这里 当时这段经文有很多名字 尼希米记有很多名字 我们今天不是主义学 所以我不会解释 逐个名字是什么来由 我不说了 但是呢 第七次开始 耶稣雅这里整集的名字 就跟以色列站在一起 那这些人做什么呢 原来这些人有工作的 当时的情况 我们不是很清楚是怎么样 是以色列一个在那里讲 接着下面有小组 整班人做什么呢 以色列说一会儿 他就停一会儿 第二个人上来 没有详细讲 但是呢 很明确这帮人呢 有他的工作的 他说 尼希人 使百姓明白律法 百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 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 讲明意思 使百姓明白所念的 就是说呢 不是就这样读的 是要讲解 讲明的意思 讲明有两个意思的 在圣经学者研究当中 第一 是翻译的 翻译什么意思呢 以色列读 希伯来文 古典希伯来文 但是当时那些人 已经不是讲希伯来文 因为已经混习 他们讲亚难文 亚难文是加勒底人 就是巴比伦的文字 亚难文和希伯来文 是有很近词 但是有不同的 所以很多人 因为战乱等等 不懂得听希伯来文 那怎么办呢 要翻译 因为读圣经的说话 是要明白的 要有误性的 如果这样念口网 没有用的 要明白 所以当时有人 要去翻译 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工作 另外不单止翻译 还要教导 很多律法 很难明白 然后有人去讲解 所以在教会里面 那个教导的迹事 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都很尊重 教会里面的教导 无论是教成人主学 儿童主学的老师 因为他们将圣经的说话 能够讲解 明白 讲得明白 不是就这么读 也不是单单说 很高深的理论 是讲得明白 深入浅出 而弟兄姊妹听的时候 说我明白 我终于明白了 不是不求甚解 是愿意 去到主学里面 去到教导当中 听到他们的说话 明白 翻译 不单止翻译语言 更加翻译成为 我们今天明白的道理 我们圣经 讲圣经 很重要的一个真理 就是要讲到人家明白 我自己很多时候 以前是一个书呆子 知道什么是书呆子吗 讲理论的 讲得很高深 就自己很开心 别人都不明白我说什么 我自己就很过瘾了 哇 你这帮不明白 我不是很高深吗 高人才不明白 但做传道 这些不是高人 这些是傻人来的 因为自己以为很明白 个人都不明白 但有几年 就是那时候 我们国语堂 有帮帝英姊妹 他们开餐厅 那我就每个星期 就在他们餐厅里面 带崇拜 他们是福建人 福清人 就是阿根廷 何生那帮帝英姊妹 每个星期 我出去讲 我将我星期的那篇道照讲 他们不太明白 因为他们 是没读那么多书 做餐厅 整个生活 那我想 怎么讲得他明白呢 每个星期 为什么我知道他们不明白呢 一开始讲五分钟 开始睡觉 那我死了 不知了什么 那我立即收场 下个星期再来过 十分钟 他们明白多些了 第十 下次 讲半钟 他们都没睡觉 都是晚上一点钟 OK 那我开始明白 原来 讲神的话语 要讲到别人明白 是要用很多的心思 将我自己 扔掉它 学习 去到神的话语里面 花很多功夫 原来 我们学习圣经 是要 进入神的话语里面 我们明白 所以教会里面 能够有很多好的老师 是神给我们极大的恩赐 学习圣经 几个重点 第一 没有限制 个人都要学习圣经 第二 是一种 留心的学习圣经 第三 是一种敬虔的学习圣经 第四 是用明白 去学习圣经 所以我们鼓励 我们弟兄姊妹 去学习 神的话语 崇拜完之后 能够去主学的 去主学 OK 你说不是很明白 去学一下 我们有加连组 有加连组的特色 有些是 特别是 理性组的 有理性组的特色 有些是生活组 不同的特色 希望能够 每一个人 能够在圣经话语里面 有好的根基 不是理性主义的方式 是一个深入 浅出的办法 当时 以斯拉 要整个国家民族 来到去复兴 教神的话语 我们教会 要成为一个 神所用的教会 我们做基督徒 要成为一个 与众不同的人 人家看到我们 是基督的门徒的话 一定要在神的话语里面 很好的装备 没有神的话语 我们怎么能够 生命成长呢 所以我们未来一年 一个很重要的方向 就是要真的 在圣经的话语里面 扎根 个个都要这么做 很久没有 背圣经那些东西 我们拿出来 再重新 如何在神的话语里面 根基 因为你知道 神给我们很多的异象 给我们看到很多的需要 各地呼声 但是如果我们 很多属灵争战要打 如果每个都 就像我这样 就是physical 跑了两步 喘气 走就走得慢 怎么去打仗呢 属灵方面 各个骨瘦如柴 怎么去打仗呢 去到喂养别人的 自己都饿的 怎么去打属灵的争战呢 要去爱人的时候 自己都没有经历爱的 怎么去打属灵的争战呢 所以我们要在神的话语里面 成长 神帮助我们 结果我们生命健康 才能够完成 神给我们的使命 神要在我们当中 每一个人 不只是教会 要我们完成使命 我们都要一把年纪 有时都想一下 人生里面 有什么做 做得好 可以能够有力量呢 我自己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其中一个梦想 我希望能够 在阿根廷的工作 参与多些 所以我豪气地和那帮客 下面说 你给我两年 两年之后 我能用西文讲到 Spanish 其实不是很难的 我写出来就读出来 读出来 我读得到的 不过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看到很多年轻人 离开教会 他们用讲西文 我英文可以 但是我西文不行 我不是说要学好一些东西 我要生命 明白 成长才可以 我向大家发出挑战 我们 神要用我们 在我们工作里面 在我们家庭当中 祂要用我们 如何能够成为 多人的祝福 有时人生就是这样 我们在 Tina的 安息礼拜里面 大家也很深的感受 一个 Tina 在世人来说 普通的人 一个秘书 做了很多年的秘书 但是很奇妙 在他生命当中 很多人都能够受他的影响 一个生命能够散发光彩的人 每个人生都有软弱 但是不知为什么 他触了很多人的生命 我作为他其中一个老师 我都受他的影响 心里面很怀念 很怀念 每一位大型姐妹都一样 顾先生 生命这边 怀念 生命 为什么能够触碰到别人 人家 有时 我做安息礼拜的时候 很深的感觉 那人的生命如何 在他的安息礼拜 就见得到 他的生命是触碰到很多人的话 在他的安息礼拜里面 见到一些人很欠缺他 我们都希望是这样 到人生里面 你驾过什么车 屋子多大 银行存款多少 都不是很重要 反而我真的很欠缺他 因为在我心里面 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其实神是于用我们这样 怎么用我们呢 不是靠我们手拥有的东西 靠我们的生命 靠神的话语 在我们生命当中改变 在当时 我时间要差几分钟了 接着说 当时吹国节是庆祝的时间 所以当人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 个个在哭流泪 省长尼希米和作祭司的民事 以斯拉并教训 以斯利的利美人对众人说 今天是耶和华你们的圣日 不要悲哭哭 因为众人听见神的律法书都哭了 又对他们说 你们去吃肥味的 喝甘甜的 有不能预备的 就分给他 因为今天 是我们主的圣日 你们不要忧愁 因靠耶和华 而得的喜乐 是你们的力量 当我们有了神的话语的时候 神的话语就改变我们的心 以斯利人听到神的律法 读出来的时候 心里面就哀哭 为什么呢 认罪 为什么国家搞成这样呢 因为离开上帝 当我们读了律法的时候 想起 神啊 原来我们国家今天 这样 因为我们离开你 神的话语就会 叫我们 扎心 认罪 悔改 但是不单止是这样 不单止认罪悔改 是重新得力 以斯利人们又说 喂 你知道吗 今天是什么 今天是庆祝日子 吹国节 吹号是开心的 神的律法 不是只是骂我们 打沉我们 令我们很难过 神的律法 叫我们知罪 跟着我们 怎么样 去回神那里 再次 去回神那里的时候 就能够重新得力 The joy of the Lord Is your strength 靠 英文就是 The joy of the Lord Is your strength 中文翻译 靠耶和华 而得的喜乐 是你们的力量 神的话语 叫我们重新 再一次 回神那里 向神得到力量 当时是什么呢 哀哭和痛苦 祭司他们说 以斯拉教他们 回神那里 靠住神 重新得力 什么是 The joy of the Lord 或者 耶和华的喜乐 很复杂的意思 你可以说 属于耶和华的喜乐 来自耶和华的喜乐 靠耶和华 而得的喜乐 因为相信 耶和华 而心中得的喜乐 一个of 那个字 有很多不同的文化 可以解释 黄合本的圣经 就说 靠耶和华 得的喜乐 这句喜乐 不是我们来的 是从上帝来的 所以意义很丰富 当我们将我们的人生 转向上帝 去聆听神的话语的时候 我们的心就 较正去上帝 无论面对 什么的困境 难处 原来在上帝里面 可以有喜乐 我们有哀伤 但是我们知道 上帝给我们有平安 哀伤 我们至亲的人 离开我们 但是在上帝的怀中 我们可以有安心 每一次 不知为什么我离开 去短孙的时候 都有很多亲爱的帝人 会离开世界 Scarlett的妈妈 听到消息 很难过 Tina 听到顾先生 离开 但是我知道 离开是难过 不过知道 亲爱的人 在上帝的怀中 在上帝的怀中 享受永远 神那靠你 赐给我们喜乐 赐给我们心里面 有喜乐 有平安 有力量 以色列人当时 爱上国家情况 不是很好 但是 祭司说你要 仰望上帝 靠上帝 给我们有喜乐 怎么喜乐 刚刚起完城墙 周围敌人 虎视眈眈 怎么喜乐 有什么可以拿着 没有什么可以拿着 就是拿着上帝 拿着那位 信实可靠的上帝 神啊 你是 你是我们的主 你是我们的一切 求你 给我们有力量 你给我们一个 可以庆祝的理由 当时以色列人 大家庆祝 他们甚至说 哇 在约书压的时候 都没试过这么厉害 其实以前有的 不过今次庆祝得 零射 开心 我们庆祝 可以有很多理由 但是这里 圣经告诉我们 有一个理由 就够了 The joy of the Lord is our strength 上帝是我们的主 上帝是我们的神 上帝是爱我们的天父 我们就喜乐 因为所有的问题 所有的忧虑 我们都可以招给他 因为有上帝 在我们心中 我们就可以有真正的喜乐 离开难过 可以有喜乐 当我想到 Tina 我第一次认识她的时候 一直想起很多图画 我真的很miss她 其实在做牧师 很close的人 Tina 想起五年前 Carolin 心里面很miss 这些大英子 很难过 但是说 主啊 你的喜乐 有利 我们可以 靠着你 我们可以走过 我们可以有喜乐 因为我们知道 在天家里面 我们有盼望 我们可以相聚 那个地方是好得无比的 神的话语 帮助我们 转向 向上帝 得着上帝给我们的喜乐 The joy of the Lord 耶稣说的喜乐 是我们的力量 不是靠 我的性格 不是靠 身边的人 都重要 大神啊 我要抓住你 因为你 成为我的力量 我要以你为乐 我们的生命 就是这样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 求你帮助我们 我们在人生里面 往往 我们追求其他的事 成为我们的力量 我们忘记了 追求你 忘记了靠你的说话 靠你的力量 成为我们的力量的源头 主下我们将我们 每一位弟兄姊妹 尤其是将我们当中 哀伤的弟兄姊妹 交在你的手中 求你的喜乐 你的平安 再次充满他们的心 不是人间的喜乐 而是天上的喜乐 天上的荣耀 充满我们当中 哀伤的弟兄姊妹 主下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世上 唯有你 才是我们真正 起落力量的源头 主下我们求你 让我们成长 让我们起立 不要再做小孩 熟灵的婴孩 让我们起立 肩负你要交托给我们的使命 主下我们环顾周围的人 满有各样的和尚 工人不多 工人不够 见到哀伤的人 很多 见到失落的人 很多 主下 我们愿意去 为你作供 求你猜我们 求你打开我们眼睛 求你坚定我们教会的心智 让我们能够成为 能够为你所用的教会 不枉此生 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多谢牧师的教导 让我们都会认真去聆听 去聆听神的话语 让祂的说话 亲自去牧养引导